首个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发布 130-80毫米拱柱以上都需要吃药吗? 朋友们好,我是心修管汤医生 11月13日,首个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发布 把高血压的诊断介质下调 由原来的140-90毫米拱柱 调整为130-80毫米拱柱 也就是说,如果收缩压大于等于130毫米拱柱 和或者舒张压大于等于80毫米拱柱 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病 根据这个标准 我们国家的高血压人群 由原来统计的2.45亿人,猛增到5亿人 大约三分之一的人都有高血压 成人中接近一半以上的人都是高血压患者 这个指南的更新让很多人产生了焦虑 如果一个诊断标准让一半以上的人都成为病人 是真的病了还是诊断标准有问题呢? 诊断标准的更新除了造成一定的焦虑恐慌之外 确实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其实,这个标准早在数年前 西方国家的高血压指南就已经采取了130-80毫米拱柱 作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 有资料研究表明 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和血压有直接的关系 当血压在130-80毫米拱柱以下时 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较低 我国40岁以下年轻人群中 高压在130-139毫米拱柱 低压在80-89毫米拱柱这部分人群中 中风的风险明显增加 尤其是脑出血的风险明显增加 因此,调整这个诊断标准 对于预防中风有重大意义 指南调整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提倡预防为主 早防早治的理念 对高血压控制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 那么,肯定有不少人关心 我目前血压在新划定的范围内 虽然大于130-80毫米拱柱 但还没有突破140-90毫米拱柱的老标准 这个部分人到底要不要吃药呢? 专家指出,新标准的设立 并不是要求只要高血压就要吃药 大家知道,高血压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病 血压之所以升高 是因为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 比如精神压力大 不运动 高炎、高脂肪饮食 熬夜、失眠等多种因素引起的综合征 那么,当出现血压升高的时候呢 就需要提醒自己 改变现有的不健康生活方式 减少高血压形成的土壤 因此,当血压在140-90毫米拱柱以下时 可以暂时不吃药 调整生活方式 经常测量血压水平 如果控制不佳 一旦超过140-90毫米拱柱以上 按照指南的要求 需要进行药物治疗 但对于血压在130-80毫米拱柱以上 且伴有临床并发症 或者把器官损害 或者有三种以上的危险因素 也需要启动药物治疗 也就是说 如果高血压合并了 关心病、中风等 或者出现了心脏、脑血管、肾脏的功能损害 或者有上述危险因素超过三个以上 按照要求 还是建议药物治疗 把血压控制在130-80以下更加安全